香港女士十個有九個經常臉腫腫 喝得太多黑咖啡去水茶傷身又不健康 不如學習一個三分鐘按摩法 可以極速去水腫之外 持之以行還可以改善臉部線條 真是這麼神奇? 不如讓記者親身試驗吧 先在臉上噴花水或化妝水 減輕油膩 再用一泵油 搓勻在臉部和頸部輕拍 之後就可以用按摩石或手開始按摩 每個步驟重複三次 左右邊面都要做 記住力度要輕油 按摩石一共有三面 每個步驟用的位置都不同 首先用A面在耳垂後的粒陷位 沿著頸側向下刮至鎖骨位 接著用A面由尾心由下至上輕刮額頭 再用C面由耳朵對出的面核粒陷柱 向耳朵輕刮 之後用B面由鼻翼兩側沿著拳骨 掃至太陽穴 接著用B面由嘴角外側輕刮至耳朵前面 再擾示耳後 沿著頸側刮至鎖骨位 最後用A面由下巴輕刮至耳垂後方 再沿著頸部向下刮至鎖骨 按摩之前左右邊面不對稱 按摩之後改善了很多 而下巴位置的線條都比按摩之前明顯了 按摩工具不止一種 黃醫師說不同的質地有不同的效果 今次他用玉石來按摩 而根據神龍本草經記載 玉石作為按摩工具有滋陰清熱 靈心安神的功效 如果用牛骨和扁石 分別可以清熱解毒和舒緩痛症 按摩用的油都非常重要 以下幾款成分天然、質地清爽的產品 可以按摩同時互敷 一舉兩得 除了按摩之外 黃醫師更推介以下的去水腫方法 根據這個氣痕則水痕的理論 其實都不建議大家用太多利尿的中藥去水腫 反過來我們應該著重健脾液氣 我們都可以喝玫瑰花膚盆子蜂蜜 這個是可以疏通器肌、養神和潤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